中共与菲律宾海警船舰19号清晨在先兵暗杀周边海域发生碰撞 飞方船只甲板被撞出直径5英寸的洞 中共海警局发布影片声称责任在飞方 菲律宾则指控中共危险操作、非法且具侵略性的航行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先兵暗杀位于非法专属经济区内当局有权在该处执勤 并强调会坚定确保几方海域安全、应对国家利益的任何威胁 菲律宾海警卫正在财务上的财务 以保障安全和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在对我们的国家的利益上控制任何的危险 飞方表示两艘船舰人会继续履行任务 为费信岛和马欢岛上住房人员运送必要补给品 中共升高南海局势 台湾同样深受欺扰 对此中华美国外交部表示 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 并呼吁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 新唐也在电视唐吉安曾一豪整理报道